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国色芳华路透,李线为杨子戴面具 氛围感拉满也太好客了古装 励志大剧国色芳华正在热拍 这部剧1月2日开机 目前正在恒电拍摄一个快两个月了 该剧由丁子光指导,杨子,李线领衔主演 魏哲明,张雅钦,图松颜,管乐 许灵月,童梦时,杨坤,沈梦辰,张磊 郝文婷,张琪,邵云,孙美林,谷子诚 曲哲明,马亦,郭哲,周胡,陈一龙 包陈熙,奎元,胡亦言,倪寒靖 廖银月,高盛,林子路,谢新,王天宇 新鹏,牧童等主演的古装传奇剧 国色芳华讲述由杨子饰演的何维芳 由牡丹培育儿戟,中达记民旧事 帮扶天下的传奇励志故事 妥妥的大女主戏 李宪饰演蒋长阳是何维芳的知己 更是合伙人 同时也是知心爱人 蒋长阳给何维芳戴面具的路透流出 可能剧中也是正直上元灯节 两人准备出游看灯展 蒋长阳为了何维芳不被偷窥 给他戴上面具 因为故事发生在唐朝 所以他们的造型都是唐代的风格 曾经有人担心李宪的古装造型 想不到结果很不错 雅观长安的蒋长阳也是非常的帅气 和何维芳两情相悦 氛围感拉满 整部剧看起来浮化到非常的考究 不仅在线唐朝盛世 人物的造型也是很出彩 色彩感醒目 令人非常期待 导演功课做得很足 这张侍女泛周图也是非常的有代入感 很像过去的侍女画 充满想象力 这张路透可能是何维芳和蒋长阳泛周图 古色古香 充满浪漫为美的情调 两人是在谈情说爱 还是偶遇一见钟情 双方的造型都很惊艳 蒋长阳的人涉事雅观长安 投资人 外浪内纯 藏巧鱼桌 心怀天下 忠诚果敢等 角色很有特点 期待李宪的表演 蒋长阳凑身和何维芳进谈 两人的CP感拉满 非常的般配 李宪为了塑造这个角色 减重十多斤 目的就是塑造儒雅帅气的蒋长阳 的确看起来效果很不错 的确显得风流倜傥 瘦身成功的杨子塑造的何维芳 也是曝光不少路透 它的造型也是很多 不过都是唐朝仕女模样 整个造型非常的亮丽夺目 演过很多古装剧 杨子在国色芳华的造型很出圈 很美 让大家对这部剧的期待值爆棚 服装的搭配也是很协调 并不违和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这剧播出 杨子可能美出圈 虽然过去的杨子因为颜值不高不是很自信 但国色芳华的装造真的让人惊讶不已 非常的好看 很契合角色 和维芳的妩媚柔情 蒋长阳的儒雅思问 两人的CP感再度出圈 也是童颜夫妇们的一大福利 想不到杨子和李线二搭 再次饰演情侣 期待值真的炸裂 两人的适配度真的很高 杨子和很多当红男演员合作 唯独和李线的合作 让人抓狂 希望他们原地结婚 杨子和李线私底下是北电同学 也合作演出亲爱的 热爱的 平时对方过生日都会在发文为彼此庆生 可能不经常联系 但友情没断过 他们私底下都不吵CP 只是友情 互相合作多次 也是非常的默契和了解 所以两人二搭 这好感度再次飙升 掀起回一杀 CP粉们还是期待这部剧能早日播出 估计非常的好看 造型已经取胜 氛围感就更不用过度表现了 两人站在一起 就是一幅画 令人浮想连篇 国色芳华 这部剧由丁紫光导演指导 实力派演员杨子和李线领贤主演 剧情精彩 让人欲罢不能 国色芳华这部作品 改编自成云峰一千众的同名小说 它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在这部剧中 我们见证了商户之女和维方 由杨子饰演与花鸟石讲长阳 由李线饰演的奇妙邂逅 原本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 因为一系列偶然的机缘而交织在一起 随着剧情的发展 它们不仅相互靠近 还共同编织了一段充满立志色彩的人生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不仅找到了李婕宇支持的知己 也找到了彼此深爱的伴侣 这部剧是对爱情和人生最美好的颂歌 让我们在观看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份深刻的情感共鸣 最近 网上流传出一张超甜的路透照 正是国色芳华里的一幕 蒋长阳和何维方准备一起去看灯展 照片中 蒋长阳细心的为何维方戴上面具 这个动作充满了保护欲 好像是在无声地说 你的美丽 只有我能欣赏 这一幕真是太有爱了 让人忍不住期待 他们在剧中的更多精彩互动 同时这部剧的服装和道具都非常考究 几乎完全复刻了唐朝 盛世的手工艺 李现的古装造型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和之前网传的古装完全不同 和何维方站在一起 那种天造地设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杨子的造型也是美轮美奂 他饰演的何维方 每一个造型都让人惊艳 据说为了这个角色 杨子虽然没有想甲铃那么离谱的减肥100斤 但是也下足了功夫10斤左右 就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加天合角色的形象 这部剧的导演丁子光也是拼了老命了 每一张路透都像是一幅唐代式女画的缩影 充满了想象力和东方美学 杨子和李现 这两位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 不仅在荧幕上多次携手 更是以他们无比伦比的默契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特别是在亲爱的热爱的中 他们的首次搭档就展现出了满满的CP感 让粉丝们对他们未来的合作充满了期待 尤其是那些因为亲爱的热爱的 而深深爱上这对CP的粉丝们 对于他们的再次联手更是翘首以盼 《国色芳华》这部剧 真的是让人期待满满 剧情扣人心弦 演员阵容强大 服装道具也是精致到不行 看这部剧 简直就是视觉盛宴啊 我敢打赌 它一旦播出 绝对会成为大家追捧的下饭神剧 咱们就一起坐等开播 享受这场试听盛宴吧 杨颖强势回归 新巨货与李线合作 有望逆风翻盘彻底回归一线 Angela Barbie华丽转身 从热议的舞台失误复出 再到与实力派演员李线的预期合作 Angela Barbie杨颖揭开了事业的新篇章 一系列海外活动 社交媒体的积极互动 铺垫了她震撼的回归 引燃了粉丝与媒体的期待火花 预示着娱乐圈的一大波新动向 自从舞台上的争议以来 Angela Barbie的付出 就像她的性格一样充满了变化和挑战 通过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海外活动 以及社交媒体策略的重新定位 她巧妙地改变了舆论 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她积极的风范和不断的表演 不仅缓和了之前争议的影响 也让粉丝们重新燃起了 对她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期待 在国际平台上的影响位 她重返中国娱乐圈铺平了道路 对未来合作的对话引发疑问 与Angela Barbie理线的潜在合作 已成为娱乐圈的热门话题 两位明星都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和各自的魅力 其中一个是时尚的代名词 另一个则是权力的象征 如果此次合作能够开花结果 无疑将为Angela Barbie的回归增添重量及支持 她们的合作潜力巨大 不仅能带来爆炸性的影视作品 也将成为Angela Barbie迈向事业新高度的重要一步 回归的反应舆论总是难以预测 而对Angela Barbie回归的反应 一些粉丝对她的回归表示欢迎 给予她坚韧的美誉 并期待她能带来更多有趣的事情 也有部分观众持保留态度 她们通过社交平台表达了对她回归的担忧和质疑 这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和问题 这些不同的声音不仅反映了不同观众群体的态度 也为她的付出增添了复杂性 娱乐圈对于回归艺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 业界对Angela Barbie的态度普遍是支持和期待的 同行们通过公开活动和私下互动表达了对她未来事业的希望 并确认了她的回归 制片人和导演敏锐地意识到她的市场吸引力 纷纷欢迎她并寻求合作机会 这样的环境为Angela Barbie重塑职业形象 巩固行业地位提供了舞台 这也暗示了她未来作品的多种可能性 Angela Barbie过去的职业生涯 星光璀璨 但也充满曲折 从她早期的模特生涯 到在综艺节目中赢得观众的喜爱奔跑吧 再到她在影视工作中的不懈努力和成就 大家都有目共睹 尽管面临争议和质疑 但她所展现的专业态度和艺术才华 仍然塑造了她的演艺路线 回国后 她迈出的每一步都被视为 重新定义自己和职业生涯的重要旅程 面对过去的曲折和娱乐圈不断变化的趋势 Angela Barbie开始关注如何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 重塑公众人物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就要求艺术家在作品选择 公共行为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展现出新的视角和成熟度 改变形象之路充满挑战 但也创造机遇 对于Angela Barbie来说 她选择合作什么项目 如何向公众展示自己 将直接影响她在这场重塑游戏中的成败 在经历了旧纠纷的沉浸和对新伙伴关系的期待后 Angela Barbie划出了回归之路的最后一道线 她用明星的任性和艺人的智慧 改变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同样重要的是面对冲突时的战略 沉默和适当的反应 此次与李线的合作 体现了她在演艺事业上不畏风雨 大胆前行的决心 同时她不仅恢复了自信 也让我们欣赏到了艺术家克服困难的能力 我们期待Angela Barbie的未来 相信她迈出的每一步都将是具有巨大影响的一大步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